Muzika的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古典樂鬥姿勢的時間 這是一個分享古典音樂冷知識的節目 話不多說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哪位音樂家的趣味冷知識呢? 放輕鬆拍拍手 一起來歡迎今天的主角 音樂神童莫札特 莫札特的一生創作了六百多部的作品 8歲時便創作了第一首交響曲 11歲時寫了第一齣完整歌劇 13歲時莫札特就周遊歐洲各大城市演出 還親自指導自己的歌劇 再再展現了他超乎常人的音樂才能 擁有這麼高的才華 莫札特也享受其中 15歲那年 莫札特在給母親和姊姊的信中寫道 他可以在自己家中 在自己的腦中聽見整齣歌劇 莫札特後來也承認 他對自己的名聲感到像孔雀般自豪 莫札特六歲時 在為《納椒外的哈布斯堡》下宮演出 遇到了大他兩個月的 瑪莉安托瓦涅公主 據說小莫札特當時在拋光地板上快滑倒時被小公主扶了一把 為了回報這份幫助 小莫札特就向公主告白求婚 你好漂亮啊 等我以後長大時要娶你回家 看來音樂神童不只是天生就有音樂天賦 撩妹技巧也是語聲俱拉呀 至於莫札特最有名的神童事蹟 要說到1770年 莫札特與父親來到梵蒂岡 當時在西斯丁教堂中 經常演出阿雷格利的《球主垂簾》 由於教皇非常喜愛此首曲子 禁止樂譜外傳 讓此曲一百多年來 成為只能在梵蒂岡聆聽的限定版 但是 14歲的莫札特在聽過一次後 竟然就憑著記憶 將這首同時包含一個五聲部合唱團 跟一個四聲部合唱團的複雜樂曲 一音不漏默寫下來 隔天再聽一次 確認無誤後外傳此曲 消息傳出後 震驚了羅馬跟教皇 甚至讓教皇之後委託他創作 並授與勳章 可見天才雖然叛逆 但還是人人愛阿 大家覺得莫札特會是貓派還是狗派呢? 其實莫札特兩派都不是 而是鳥派喔 1784年 莫札特從寵物店 帶回了一隻善於模仿的歐洲八哥 這隻八哥陪著他搬到維也納 跟他一起 經歷了兒子的出生和夭折等重要時刻 也見證了莫札特眾多交響曲的誕生 與成名的過程 到了這隻八哥過世後 莫札特還舉辦了盛大的喪禮 有業隊成型的悼念者唱著聖詩 莫札特還迎送他為八哥寫的詩作 莫札特是關不住的天才 當時流行的宮廷作曲家職位並不適合他 因此他也常被認為是史上第一位專職作曲家 靠著演奏、出版樂譜、任職家教等賺錢 當然也樂意接受委託創作 不過天才也難免想要偷懶 荷蘭長笛家德尚曾經委託莫札特創作三首長笛邪奏曲 結果莫札特寫好了第一號長笛邪奏曲後 第二號卻偷吃步 將自己一年前寫好的雙黃管邪奏曲 直接移掉後交差 後來被委託人抓包 當然也沒拿到報仇 得不償失 讓後世驚訝的是 這兩首作品雖然幾乎是百分之百的複製貼上 各自聽起來都渾然天成又美妙 成為長笛和雙黃管的熱門曲目 可見莫札特不是亂操啊 曾獲奧斯卡大獎的電影《阿瑪迪斯宗》 描述了與莫札特競爭的音樂家薩里耶利 會裝成死神委託莫札特創作安魂曲 害莫札特身心俱疲而找世的情節 薩里耶利設計害死莫札特的誤會 也因此廣為流傳 但其實根據現代研究 莫札特真正的死因可能是致命的煉球菌感染 安魂曲也只是某個低調貴族的委託 並非傳言中的下毒謀殺或死神索命 可憐的薩里耶利就因為電影情節而背鍋 飽受了無數誤會啊 大家可能聽過羅西尼牛排是羅西尼發明的 那莫札特巧克力呢 其實跟莫札特本人沒有直接關係喔 莫札特巧克力其實是薩爾茲堡的糕點師福斯特 於1890年創造的甜點 他在巧克力球裡面包入開心果 杏仁糖、牛軋糖等餡料 並以在薩爾茲堡出生的莫札特來命名 包裝上印有莫札特肖像 推出後大受歡迎 還在1905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奪得金牌 流行全球 因為沒有申請專利又太熱門 市面上便出現了多家廠商 推出類似產品 都叫做莫札特巧克力 年輕時被故鄉驅離過的莫札特 若知道薩爾茲堡後來都用他的名字發大財 不知道會有什麼感想呢 今天的Music5點月豆知識分享就到這裡囉 還想知道更多音樂家冷知識嗎 別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